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游防射行 我是老郭 大家好 我是翟晨 我们今天要完成俄勒岗海线的北段 也就是101的北段 整个101公路是世界上最美的公路之一 很多人说它是加州一号的延长线 上一集的雷申知情 那是中部俄勒岗101是吧 对那是中段 然后我们现在走北段 可惜今天有点阴天 对 也有人说它是加州一号公路的升级版 其实整个的俄勒岗的101海岸线 好玩的好看的地方确实一大把 绝对满足你对美国的所有的想象 肯定也不会让你感到视觉疲劳 那为什么加州那个更出名感觉 我想可能是加州的那个地方 人也比较多 加州本身名声也比较大 对 名声也比较大的原因 我们现在经过的这个小镇 叫做Newport 新港 也可以移成有波特 它是成立于1866年的一个以海为主的一个小城 它最主要的有名是因为它是美国有一条东西向的公路 叫20号公路 它是它的西部的终点 这个小城的人口只有一万多 但是在这个小城附近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灯塔 就是叫Yachuna Head Lighthouse 就Yachuna 亚奎那角灯塔 那个是黑颜色的还很少 对 这个灯塔呢 是在就整个的美国的西海岸 算非常有名的一个灯塔 挺漂亮的 它是延伸出了海里面有大概一英里的左右 据资料介绍 这个灯塔高处海洋呢 是162英尺 这个灯塔的高度呢 是93英尺 它是俄勒冈海岸呢 是最高的灯塔 对 据说在19英里以外 就可以看到这个灯光 有意思的是这个灯塔 自现在还在使用 但是它是对外开放的 它只有一条路可以到达 你看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 还需要买盟票 今天的天气呢 有点阴 然后那个其实刮风 风挺大的 浪也很大 对 浪也很大 我们在这儿都能够听到浪的声音 有很多海鸟 太多的海鸟 对 那边上是那个壁区吧 就他们城市 对 那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壁区 天鹰啊 这效果真是差很多 看着这走路的时候也不好看了 对 那个今天 据说今天下午会下雨 我们前面路过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叫Deport 德伯湾 它是叫做世界上最小的港口 我们截了一张图 从天空中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港口 非常非常小 它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港口 这个港口呢 只占地六英亩 也就是2.4公顷 它是不是上了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对 它说在吉尼斯世界纪录上记载的是世界上最小的港口 那应该挺出名的 但是这个地方呢 其实旅游的人很多 是因为这个地方是观鲸鱼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到世界观鲸之都 就说每年到了一定的时间 一定在它附近会有很多鲸鱼 走走 就是游来游去的 不用再开到很远 不用开到很远 而且它这个地方呢 是每年都会总确地预测 我什么时候鲸鱼来 你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儿看 然后它有船 大家你出去看 另外一个是德伯湾出名在外的一个原因是在不久前 大概2011年 也就是日本那次地震 使得海啸使这个港口整个送回了 里面很多的船都翻了 再往北走 其实就是著名的叫做三角甲风景区 就在左边沿海的那一块呢 有三个甲角 一个叫做米尔斯角 一个叫做辽望角 一个叫做基万达角 可惜天气不好 对 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就是观海浪的非常的好地方 但是今天的天气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需要赶快在前面能够找一个地方停车 确实因为如果天气不好的话 你拉着房车出去要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情况了 对 我们本来打算今天是直接走到Australia 就是整个俄勒岗的最北边 看来我们今天不能够走那么多了 我们就紧急的在前面的加农beach 找了一个房车营地过夜 而且据说天气预报讲 今天晚上还有大风 确实出来旅游 你什么样的气候都会遇到 但是尤其是在拉房车的时候 风大对它的影响非常的大 对你的安全驾驶 所以如果在有大风的情况下 应该紧急的停靠在一个地方 经过一夜 第二天早晨起来 天晴了 天晴了 但是风其实很大 我们在这个营地其实能听到海的声音 对 就是旁边加农海滩听到浪声还是很大很大 这个加农海滩我们本来也要来这玩的 这个海滩是整个的在北边的俄勒岗海岸 最有名最有名的地方 好像也是评为什么什么前十具体的哪一个 对 说是他曾经被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最美丽的地点之一 所以你可以在这儿欣赏到无敌的海景 他这个加农海滩的这个小镇呢也很漂亮 我们就开着车从这个小镇呢 要到到那个海滩上去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地方叫加农海滩呢 有各种说法 但是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 就是说原来这个海滩上是有三门加农炮 所以就叫加农海滩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它的风光 这些声音其实都是浪的声音 今天的海浪还是很大 也借着它这个风把云彩吹得漂亮 据说这个地方的景色是由神奇的岛礁 柔软的沙滩 飞翔的海鸥 还有变化的天空 整个组合而成 其实前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岛礁就是岩石啊 最大的这个岩石叫甘草堆岩石 其实甘草堆这个名字呢 在这个英语里面他们很多就是很多地方看到这样的石头就叫甘草堆石头 但是这个加农海滩的这个甘草堆岩石呢是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啊 形状比较像甘草堆 很多这种岩石其实都是这样 他这次说是火山喷发的就是岩石喷在那个地方的 你车都可以开进来 你看这种倒影像不像那种天空之镜啊 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沙滩上面然后的倒影 非常漂亮 这个地方整个的自然美景呢就当成了艺术家和摄影师的捕捉对象 不少艺术作品和好莱坞的电影里面会经常看到这个甘草堆岩石啊 整个的这个包括甘草堆岩石旁边不是有还有几个小的石头吗 对那两个小那些小的石头呢叫做the needles啊 啊叫什么金针叫大海捞针叫做叫叫什么针 所以随便了就是嗯 因为美国人这个起名字也是看到什么就起一个随便直接起一个什么就完了 这个甘草堆岩石是不是可以进去啊 呃他是保护起来的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包括穿上那个制服的人 那个人呢是保护这个岩石的这个岩石整个的这个下面呢 一个叫做一个甘草堆的海洋花园嗯 它是不许人进去的里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鸟得可以看到 有的啊各种鸟还有各种海洋的生物 海滩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包括海鲜海葵螃蟹呃有很多东西在里面生长 其实它最主要是保护很多那个海鸟这个岩石上面我们现在有点看不太清 如果看清的话是密密麻麻的那种海鸟 对 我们还是挺幸运的昨天那么不好的天气今天让我们就看到这个了云彩那么给力 嗯虽然风还比较大但是已经很好了嗯啊 我们看完这个海岸呢以后就来了这个地方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 Ecola State Park 就是叫做艾克拉州立公园 所以这个公园呢也是附近非常好的一个 这种俯瞰海岸的一个公园 景色非常的漂亮 你看旁边还有一些路 他你在这个Ecola State Park呢你停在这儿 其实这个地方可以有很长的hiking的路线 就是徒步的路线可以走 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走这个路 我们就在这个附近呢欣赏一下整个的这个一带的景色 在这个公园里你可以看到整个长达15公里的海岸线上 点缀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这种礁石 嗯 在海浪和乘雾中若隐若现 即使在今天这样的天气里面也不识设 嗯呃确实是一道很好的风景线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看到呃 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岛 呃据说那个在天气好的时候 可以旅游可以上去 这个岛上也有一个这叫灯塔 哦这上也有一个灯塔啊 对 据说在某些珍贵的鸟类的 迁徙的这个季节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很多 类似于兔鹰啊什么之类的 这种珍贵的鸟类 今天呢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谢谢大家 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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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